在今天爆雪江年华之前 在44H上这样一个留言 这个版本叫魔兽世界崛起 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 很多人觉得应该会有好久如普拉斯 而实际上真的来自江年华 我们发现并没有传言中的普拉斯 只有一个叫做Discovery的服务器 那么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等待 这个服务器还是开放了 它的表现怎么样呢 就还挺出乎意料的受欢迎的 是的这个听起来好像闹着玩一般的服务器 在短时间内集聚了大量的玩家 排队人数一路干到五六千 下午和晚上以及周末的高峰时刻 甚至让人回忆起当年九成那个破服务器 一时间不管是郑师傅 怀旧傅一或是私服 大量的人气都被这个探索服吸引来了 你问我咋知道的 郑师傅很冷清 怀旧傅的排骨人开始想方式 把拉人进行消费 私服人家直接断言私服快凉了 知识者们也是表示 这是阿暴几几年以来非常难得的好活了 当然各位这句话是有水分的 这么一个给人感觉闹着玩的服务 居然是近年来最好的一活 可见阿暴几几年确实有点拉 那这个人比怪多的服务器 到底好玩在哪呢 为啥大家对他如此恋恋不舍呢 接下来我可以给各位做一个 比较简要的分析 从他的诞生内容表现 以及影响各个角度来分析一下 就当听一乐 首先探索服先来一个定义 所谓探索服是以60级经典 就是为蓝本和框架 引入了众多正式服的技能 这些技能以符文的形式 分散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 玩家们需要通过解谜 打怪等方式 来想办法获取这些技能 以成为自己探险的助力 比如你是个骑士 那么你很快就将学会十字军打击技能 它可以极大的提高你的输出效率 极大改善了拼A旗便秘的问题 比如你是个德鲁伊 那么你很快就将获得愤怒 不再消耗法力值 并且有几率触发顺发治疗之处的服务 打起怪了再也不用担心 没蓝的问题了 比如你是个术使 那么顺发的鬼影缠身 将让你所向披靡 比如你是个法师 冰枪术让你不但有抢怪的烦恼 你是个萨满迪的过载 符文昏染的技能变成激光炮 猎人的爆炸射击和气美拉射击 让前期的小哥根本没有办法进身 四级的盗贼就可以成为暗夜里的杀手 两级的牧师就会释放苦修 身为一个战士早早学会成圣追击 也很合理呀 当然也不光只有你帮助升级打怪的符文 每个职业到目前为止 都有12到14个符文不等 毕竟现在等级上千是25级嘛 将来还要开40 50 60 每个符文几乎都是靠解谜和探索得来的 而当你25级满级之后 除了能够参与灰谷举行的大型野外PP 无论输用都有奖励以外 还可以去打10人25级团本黑暗深渊 以及将来像诺墨瑞跟血色以及卡拉赛 都会是我们可以进入并且游玩的副本 听起来就是个典型的缝合怪嘛 这里拿点那里拿一点 正式服的技能 还叫服的框架 当年没有实现的就按 这些看似简单的元素组合在一起 就成为了当下火爆非常的探索服 这里先叠个假 萝卜白色各有所爱 当然我更推荐榴莲 有人喜欢很正常 有人不喜欢也很正常 不是说玩的就怎么样 或者不玩就怎么样 各位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心理压力 我一开始也没觉得探索服能火 个人对它的兴趣也不大 当然很多事情也并不是咱们想当然 那为啥它火了呢 它没有达到当年制作的初衷呢 首先我们先从玩家的角度来说 为什么这个缝合怪可以受到玩家的青睐呢 其实很简单 那你想怀旧服的框架和正式服的技能 这是什么呀 这不就是穿越爽文常见的套路 你相当于大学生回去做小学生的题 这个例子不好 现在小学生的题我一道都看不懂 什么用朋友小红和我的造句 人家造一个朋友小红是我的 我操我这一点都想不通 究其根本来说就是 当年的经典就是玩起来其实是很难的 我们作为旅行者 不是我们作为脚男呀 非常的疲软非常的无力 没啥技能 打个怪坑制别度死费劲 但是有了正式服技能的加持 就能在怀旧服这个舒适区里 更加肆意妄为横扫千军 再加上等级上线只有25 有很多老哥就没有了练机焦虑 满机你才25 紧赶慢赶 一个星期你怎么也到了 跟原来经典就是 动辄一两个月的练机速度 比起来那可太快了 当然那些玩怀旧服是 建号以后只知道 战装和交给带练脱管的人 肯定是体会不到这种快乐的 再加上官方画的一堆大笔 再加上现在首杀正好结束 啊首杀好像还没结束 比如有些工会之前 在丁纳尔训弦卡了很久 再加上虽然梅森回归 弄的声势好像挺浩大的 地心之战 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更新 那么这一段 首杀结束 距离10.2.5 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空白 地心之战除了放出消息之外 没有人关心的现状之下 你不整点 大家可以休闲的好去处 总不能坐等人口流失吧 说到人口流失 我想问一句 他妈国父什么时候回来啊 当然地心之战罪的宣发 也没有那么卖力 因为他的宣发风头 完全被探索夫给抢走了 我们知道地心之战里 我们这次的敌人 是尼鲁布蜘蛛人 统领他们的人 是萨拉塔斯黑暗帝国之刃 暴雪为了预热 特意大肆宣传 你知道吗 下一个版本资料片 我们的最终报是萨拉塔斯小姐姐 一众玩家听完之后 无比惊讶 大声问出 萨拉塔斯他妈是谁啊 哎 尽管梅森已经回来了 但不可否人 依然还是任中道远 当然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呢 仅仅是从玩家角度 以及从官方表面上的行为 来判断 他为什么要去做探索夫 但其实一提到探索夫的玩法 你能学会其他版本的技能啊 你不光只能当输出 还能当奶啊 以及很多费案都会拿出来重启啊 你必然会想到两个字 那就是私服 所以接下来是私货时间啊 大家听个乐子就好 基本上只要是持续运营的 阿曼摩或者此类游戏 他一般都会有私服 那私服顾名C 也就是非官方 在没有经过官方授权的前提下 在违反了有关知识产权的 相关法律跟规定的情况之下 他们会在各种意识的境外 一般是该公司不提供服务的 国家或者地区 通过租用或者购买的方式 来建立一个服务器 然后通过推广的方式 让玩家们知晓避起来玩 而在跟官方有所区别的前提之下 他们有两个方面 是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的 其一是收费方式 其二则是游戏内容 收费方式层面非常好理解 本身就是违法的东西 你不可能像官方那样 明目张胆的收订阅 所以只能每期名曰赞助 你觉得我服务器搞得好 你给我点钱 然后为了回馈你的帮助 我给你点小礼物 别人一问就说 我们不是买卖 我们只是朋友 而其他那些不愿意 进行赞助的玩家 你可以免费玩我们的服务器 说白了呢 这种盈利模式 其实就是配途并 而整个私服的运作模式 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为 克劳养白嫖 有克劳玩的开心 愿意对这个服务器进行资助 这个服务器 因为克劳的资助 能够持续开放 并且持续盈利 顺便让那些没有赞助的玩家 也能玩的开心一些 尽管这些没有赞助的玩家 在某种意义上 算是克劳的游戏体验的一部分 当然运用方式 不会这么告诉白嫖玩家的咯 而白嫖玩家 很有可能自己觉得占了便宜 觉得这个服务器不错 又会在没有拿到宣传费的前提之下 自发的向他人安利这个服务器 这就是一般游戏私服的运转模式 你不仅会说一句 这个模式听你这怎么这么熟悉 没错 咱们有很多的国产游戏运用模式 它就是这样 为啥要选这种运用模式 你这个钱与其私服挣 还不如自己挣 那么说回魔肉世界 他所面临的问题其实也差不多 作为世界范围内 都非常有名的一款MMO 骂私服真是千千万 偶有那么几个做的非常不错 名字我就不提了 之前那个主要做怀旧的 就是被玩家捧的找不着北了 直接找暴雪设计师对质 结果一直诉状给告了 但咱们之前也说了 私服数量是千千万的 你如果一个一个管 你是管不过来的 偶有那么几个典型被抓出来 说白了也只是杀鸡镜猴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私服的架设 究其根本来说是要赚钱的 没有利润是不会有人做的 所以各位 你不要相信什么所谓的公益服 换位思考就知道 不赚钱的买卖你自己愿意干吗 有人说我没花钱 那就是公益的 我给你讲个笑话 有人说 都说三是如狼 四是如虎 五是坐地能稀土 那为啥我们家那只 就不是母老虎呢 有人就乐了 哪有什么岁月镜好 那是因为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啊 所以你现在多少应该明白 什么叫客老养白嫖了吧 你没花钱 不意味着别人没花 那这么多的私服 你一个一个的告 咱先不说时间程吧 你阿暴这个诉讼费和佣金 你搞不搞得定呢 你告了对方 让对方赔钱 对方真的一定拿得出钱来赔吗 虽然法务部永远不会嫌 绩效过多 但真这么搞 就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所以这帮设计师一拍脑门 那我干脆我官方服器 做的跟私服一样不就完了吗 所以这就是当时 我们对探索服的一个笼统的概括 痛恨私服 理解私服 成为私服 超越私服 这个探索服不光是把经典 就是跟郑师傅给合了 他还把市面上那些 比较有名的玩法 也都缝了进来 而这些玩法的出处 有很多就是私服 咱都不往远的时候 咱就说一个卡拉赞地牢 这个想法 那各位绝对是再熟悉不过了 那么效果如何呢 咱们之间说的 效果其实是立竿见影的 而且他不光是私服 人家被吸过来 郑师傅跟怀旧服 也被吸走了好大一批人 而且比较耐人寻味的是 一些私服能够活着 是因为他提供了暴雪 官方没有提供的一些游戏内容 玩家们为了猎奇 才去尝鲜 而探索服则是 让那些知道 某些私服有猎奇内容 想去尝鲜 但是嫌麻烦的玩家 有官方备数的猎奇和探索 可以尝试 而根据一些小道路消息 因为探索服的出现 一些私服为了能够 稳定自己的客源 已经开始准备招研发 看看能不能增添一些 新的游戏玩法 理由也很简单 咱们之前说的嘛 私服数量千千万 你想在这千千万里 卷出个名堂来 你一定得跟别人不一样 但是就算他招了研发 也将面临下一个问题 官方的探索服 他并没有PTR 这也就意味着 这个服务器是边做边调整 这两天已经有很多人发现 他有很多bug 这帮设计师也是边玩边修 那这是否也意味着 当私服招到研发人员 并且这帮研发人员 真的搞出一些新玩法之后 也会在第一时间 被设计师柔和到探索服之中呢 而且就像咱们之前说的 因为知识产权的问题 面对官方对他的某些点子的取用 他几乎是没有任何合法的应对方法的 他的点子越多越新 探索服就越肥 所以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很奇妙的定律 私服越多私服越少 官方想了半天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走私服的路 让私服无路可走 当然在这时 也会有人蹦出来说 那你官方的设计师 根本就没有想法 也没有什么新的点子了呀 你只知道抄私服 你要脸嘛 那你觉得那老哥 现在暴雪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 他能走出这一步 很明显就是在用行动告诉你 对我就抄了 你怎么样 他能这么硬气 基本上也是笃定了私服 并不能怎么样 那私服该怎么应对呢 私服只能接着卷 那有人就问了 甚至你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什么呢 我没什么想法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没有国服 我只是把暴雪跟私服间的关系告诉各位 我只负责吃瓜看戏跟切瓜 其他的关我屁事 那么综上所说 我们大概能够得到一个 关于探索服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结论 对于玩家而言 探索服类似于穿越爽闻 大家对他既熟悉又陌生 老玩法 老味道 新技能 新腹败 不愿意接触正式服的怀旧服玩家 也可以借此机会 对正式服有所了解 设计师肯定也有这个打算 因为毕竟地心之战开始 就是世界之魂传说那是梅森监制 他们肯定也希望老玩家们能够去玩梅森座的新版本 对于那些不玩怀旧服的正式服玩家来说 都是熟悉技能 玩起来也必有一番风味 对于官方来说 其一咱们刚才聊了 他能够把一些怀旧服的玩家拉到正式服 其二则是填补了首杀结束之后 以及下一个版本更新之前的这块空白 维护魔术世界本身的生态 来保证人口的不流失 你维护个屁 你马国服呢 至于其他的部分 就是吸收了私服的一些特色 把私服当做了免费的创业工房 不打你 不骂你 就在旁边看着你 你有什么新简的信仰法 我直接拿过来用 有人可能会觉得没啥重新的 但我觉得瓜应该挺多的 至于探索主本身 我还说那句话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冬瓜也不是不可以 但你说他能火多久 这我真不知道 因为现在的火有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他卡在一个比较微妙的节点 这个时间点 大家就是没事干 不玩探索服干嘛呀 他能火多久 将来怎么更新 要留待下一次更新的时候再说 这事儿啊 咱还得观察 我跟你讲 乐子肯定少不了 你信不信这个视频下出评论区 就会有因为私服潮起来的 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的生生爱